激動的齊斗 激動的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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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活動的齊施 首先,我們見到有些藍司帶統共組織混入了示威者 將前綫的示威者推向警方 而警方亦都配合這些藍司帶行動 作出拘捕 但是我們的示威者其實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好像上個星期日 其實市民只不過是和平地參與一個音樂會 但是我們是恥料不及地沒有估計過 會有一些投共團體來踩場的 而警方也都在沒有任何警示情況下 適合胡椒噴霧 而我本人其實都中了胡椒噴霧的 那就是這樣 警方沒有就著我們作出的指控 就去拘捕相關的藍絲帶 更加是由旺角護送他們去到大角咀 上了警車之後更加是放了他們 香港的司法制度 昨天我們一位女成員 也都被裁判官判定襲警罪成 而裁判官也都說過當中有一些疑點 但是這些疑點並不重要影響到裁判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香港是俱行普通法的 根據無罪推定論 疑點利益是需要貴於被告 但是我們的女成員 更少疑點也都被法官裁判定造成 今天這麼多位市民仍然自由 都可以走上街頭表達送求 我們這一位女成員 為了保護我們的香港 抗壞我們的社區 她是現在被收壓 在大藍女子承教所 就此案件我們考慮就出訴訟 我們本土民主前線暫時無意走入制度 所以我們今年是不會參選區議 但是我們會做一些半土組織的作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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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讓我們請 Bonjour